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今天用香菇来给大家分享美食 香菇是菌类中香味比较浓郁的 而且营养价值也特别的高 上含有高蛋白、低脂肪、多糖 多种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的菌类食物 口感纯香 而且做法多样 大家都喜欢用香菇来碰饪什么样的美食呢 我们都知道香菇的生肠环境特别的杂乱 而且阴湿 香菇的生肠结构也是比较复杂 就特别的容易挤充了污渍 所以简单的用流水是根本不能够把它清洗干净的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清洗香菇的方法 我们把香菇放入大碗中过后 一样的往里面加入一点面粉 面粉呢它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能够把里面的脏东西给吸附出来 再加入一勺食盐 食盐能够一定程度的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 好多朋友就只夹这两样东西后就开始洗了 其实这样并不能够彻底的把香菇清洗干净 所以我们还要加入一点这种可适用小苏打 小苏打呢它具有很强的清洁能力 可以用来清洁厨具 瓜果蔬菜 非常的环保 使用起来也很放心 我们就适量的撒一点在香菇上面 然后倒入温水 抓拌使它们溶解后就这样浸泡五分钟 现在呢准备几个小米椒 切成小米椒圈 装饭碗中备用 几个大蒜一块生姜 全部切成末 装饭碗中备用 之后再来切一点小葱 切成葱花 装入碗中备用 现在我们来调个料汁 一勺盐加半勺糖 三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淀粉 用清水调花开 然后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香菇就已经筋包好了 大家看一下 将东西已经全部都跑出来了 现在我们再换水清洗一遍 现在只需要随便的抓洗几下 就可以把香菇清洗得很干净了 非常实用的方法大家可以试试 然后先放在一旁 现在锅中烧水 水味开始加入一勺盐 再下入香菇 中火煮至断生 然后把香菇控水捞出 放入凉水里边 不烫手时 我们把香菇的水分挤干 然后放到案板上 现在把香菇切成小格子状 但是底部不要切断 这样可以方便香菇更好入味 就像这样就可以 全部切好以后装入碗中 现在往里面加适量的淀粉 抓拌什么一朵香菇 都均匀地裹上淀粉 然后锅中烧油 下入香菇就搅和满煎 一面煎黄 拌一个面 两面都全部接着这样金黄 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锅中留底油 下入姜蒜小米椒 翻炒至香味 然后把调好的料汁浇上去 煮至料汁粘稠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把料汁搅在煎好的香菇上 再把刚才切好的葱花 撒在上面点缀一下 这样美味的香菇制作好了 鲜香入味 蒜香炉鱼 非常的好吃 大家看一下 料汁完全地渗透到香菇里面去了 咬一口真的是太满足了 这样做的香菇 无论是配粥下饭 还是搭配馒头 都非常的好吃 不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换成菜椒 味道真的很不错 喜欢的朋友 一定要收藏起来哦 好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加强菜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您也可以关注我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